高雄市区的电缆地下化比例只有7成 市议员郑梦入认为比例太低 台风来袭时电感容易被吹倒而断电 造成民众生活不便 市府公务局则表示 是碍于变电箱放置的问题 地下化才会进度缓慢 郑议员则要求再和台电协商 尽快加速电缆地下化 电缆地下化让市容变得美观 台风来袭时也不怕电感被风吹倒而断电 不过电缆电下化的比例在原市区只有7成 原县区的比例更低 市议员郑梦入直询时要求市府公务局检讨改进 电缆下地的部分其实我们市区已经有7成了 那县区的部分只有凤山区达到7成 所以代表说其他的区还没有 电缆下地的工作其实是必要去做的 一定要去做的 那这个工程可能也不要晚 市府公务局达询时表示 台电施做电缆地下化后 必须加设变电箱 如果无法设置在人行道上的话 就得附划在民宅的外墙上 通常难以取得居民的同意 造成进度停滞 这也是我们现在面临到下地最难的问题就是在变电箱的同意书很难取得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透过班会干透过跟里长去沟通 未来在整个都市计划或是设计上面 我们的人行道是不是就要直接考量到说可能未来会放变电箱 那我们的空间设计是不是就要去做一个调整可能做更宽广啊 另外市府推动智能路灯的进度也出现原市区和原县区的差别进度 原市区将在明年底改装完成 原县区却还没有明确的进度 郑梦入议员要求市府公务局改善两者的落差 有在规范啊什么时候 就后续的扩充我们会把它做好啊 你跟我说后续的扩充我要一个期限啊 我们应该也是要照顾到我们县区的市民朋友 所以我也希望说在路灯智能化的方面 我们的县区也可以就是一起来推动到明年底可以一起完工 现代人用电需求量相当大 不管是路灯还是家庭用电 都希望不受天后影响 电力随时通畅 不过也得顾虑到电力输送设施的改善 电力才能够公益无余 记者黄俊怀 赖昌邦 高雄报道